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主耶稣有的人并不认识你 有的人不太认识你 有的人比较认识你 我们很认识你 你对不同的人都有相同的期待 就是认识你 求你是我们这些认识了你的人 能更加的认识你 以天父的心意认识你 主耶稣临在我们中间 特别临在圣玛窦所记载的你的圣言中 请开启我们的心和眼 请在我们心中说恶法达 你是天主永生永望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各位上一章就是玛窦福音的第十章 我们听到了耶稣著名的第二篇的长篇的言论 第一篇是什么 就是著名的山中圣训五到七章 然后八九章就不讲话了 就是开始实行他所讲的 然后第十章又开始讲了 这是单独的一章 就是讲怎么样 就叫做扶传攻略 那耶稣讲完了扶传攻略 就开始又开始派遣门徒去出去传福音 他自己也开始另外一轮的扶传的旅程 我们就看一下 来我们先读一下 玛窦福音的十一章的一到第六节 耶稣嘱咐完他的十二门徒就从那里走了 为在他们的城里施教宣教 若汉在狱中听到了基督所行的 就派遣他的门徒去对他说 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 或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去 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汉 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赖遣人得了洁净 龙子听见死人复活 穷苦人得到了喜讯 凡不因我而绑倒的是有福的 在耶稣派遣完门徒继续扶传旅程之后 加插了一段关于若汉的报道 那若汉此时我们在 我们知道若汉虽然这个时候 没有很明说 不过前面已经提醒了 若汉被吓到监狱之后 耶稣就开始出外宣讲天国 若汉这个时候在监狱里边 那若汉在监狱里边有一个困惑 这个困惑甚至我觉得 比若汉自己做监狱还痛 是什么困惑 就是他心中对于耶稣 既相信又疑惑 他相信耶稣 他觉得耶稣好像就是那位墨西亚 但是他又觉得耶稣 不是他想象的那位墨西亚 我们知道在马德福音第三章 若汉在犹太旷野 约旦河边宣讲什么 说我只是小兵小卒 我后面还有一个大咖要来 那个大咖它是我以水洗你们 那个大咖它是以圣神和火洗你们 而且他怎么样 他已经把那个就是要把那个波子已经准备好了 要把那个卖场上的卖力收入仓中 把康碧扬出去 然后用不灭的火焚烧 这样子的话 你看若汉在若汉心中 墨西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应该是什么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以大能的这个强有力的审判者的姿态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若汉在监狱里边 听到耶稣所行所教的就产生了困惑 一方面耶稣确实医治病人 甚至复活死人 甚至驱逐魔鬼 这些东西一看就是天主的大能 可是一方面耶稣又是跟这个罪人吃吃喝喝 又是跟那个罪人拍拍打打 又是这个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不符合这个不符合什么 不符合若汉所示的阳尽卖场上的康比 阳尽康比就是把罪人切除一刀两断 审判他们 这是惩罚的意思 这是若汉心目当中的基督墨西亚 但是耶稣所行的 一方面让他相信 一方面又让他疑惑 于是若汉派遣门徒来问耶稣 你就不要藏着耶着了 你就跟我们说吧 你是不是那一位是不是基督 还是说我们要等候那个 我们还有必选择 你只是你也是过路客 那耶稣说什么 耶稣没有直接说 你们回去告诉若汉 说是还是不是 耶稣说呢 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汉 那到底若汉的门徒见了什么 闻了什么 那就是我们前边八章九章读到的 他们见了耶稣的能力 他们听说了 耶稣怎么样与不同的人相处 那就是后边就浓缩为这一句话 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赖病人竭净 龙子听见 死人复活 穷苦人得到了喜讯 这一句话 既是八九章的总结 就是耶稣所行的总结 也是什么 也是先知的一段话 我们读一下 伊萨伊亚先知 三十五章三到六节 这一段话 若汉肯定也熟知 你们应加强伪弱的手 坚固颤动的息 告诉心切的人说 鼓起勇气来 不要畏惧 看 你们的天主 报复一道 天主的报仇一道 他要亲自来拯救你们 那时 虾子的眼睛要明朗 龙子的耳朵要开启 那时 瘸子必要跳跃如鹿 哑巴的舌头必要欢呼 因为跨野里将流出大水 沙漠中将涌出江湖 看这是伊萨伊亚先知的预言 这一段刚好就是耶稣所说的 所以耶稣给若汉的门徒说 你们回去这样说 那若汉一听就知道是什么 就知道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耶稣就是明明的 借着先知的话说 我就是那一位 但是耶稣的这个 耶稣说这个话 对于若汉来说什么 既是yes也是no yes是什么 yes就是我就是那一位 no是什么 no就是我不是你想的那一位 我是你预备的那一位 但是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对我的确是你所预备的你指向的 但是你心中给你心中想的那个样子 那个无情的审判着拿火烧掉一切不洁净的 那个样子不是我 所以耶稣的话既是是又是不是 也是对于若汉的一个疑问的什么 澄清和回答 好那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说 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简单说的这个话意思就是说 那些不把我的所言所行 看作是障碍半角石的人 是有福的 这个话明显的是对若汉说的 就是你不要把我看作是一个障碍 你要你要回到先知的话里边 你要看我所做的 我所做的刚好应验了先知的话 所以你不要再因你的什么 你的期待 你心中的图像来想我 你不要把我做一个障碍 你跨不过去 你跨过去了就是有福的 所以耶稣的意思是 就是不因我的所言所行 而觉得被冒犯的人是有福的 不把那个天主的形象 框在自己的脑子里 觉得天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不把耶稣看成那个搞革命的 那个暴动的那个革命分子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不给耶稣的那个墨西亚的身份 赋予他自己所想的含义的人 是有福的 所以那些在耶稣身上 看到真正天主在行动的人 是有福的 这个话就是对若汉说的 好那说了这一段 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段 看当然这个对话是耶稣 耶稣时代是吧 耶稣跟若汉是明明白的 但是马斗在写福音的时候 已经不是耶稣的时代了 已经是公元八十年到九十年之间 那个时候马斗写这一段 到底还要向谁喊话呢 还要回答谁的疑问呢 我们来听一下 纵通大事录的十九章一到五节 看看当时的背景 阿波罗在格林多的时候 宝露走遍了高原地带后 来到厄佛所 遇见了几个门徒 向他们说 你们信教的时候 领了圣神没有 他们回答说 连有圣神我们都没有听过 宝露说 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习 他们说是若汉的习 宝露说 若汉受的是悔改的习 他告诉百姓 要信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 就是要信耶稣 他们听了 就因主耶稣之名领了习 你看这一段是说的 宝露在这个在哪里 在恶福所传教的时候 竟然遇到这样一批人 这样一批人对天国很期待 但他们受过去 竟然是受的若汉的习力 没有受过耶稣的习 这说明什么 说明若汉的影响力 可是非常之大的 各位我们看福音 好像耶稣是主角 但其实我们不要忘了 因为福音当然是 耶稣为中心的 可是在福音之外的 犹太人的世界里 若汉的影响力 丝毫不比耶稣小 所以若汉有相当一大逼的追随者 他们可能分布在全世界 不同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 那这些人在N多年之后 遇到了保禄宗徒 保禄宗徒问他们 他们就只知道若汉 而不知道耶稣的习力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这样就可以知道一下 若汉的这个魅力 威力有多强大 那现在 马斗写这一段 在说什么 我们知道在后来 八十年到九十年的时候 这个犹太基督徒 已经被犹太官方驱逐出去了 那同时还有一批人 就是跟随若汉的人 也不接受 不接受马斗团体 所传的耶稣的福音 对不对 马斗写这一段话 也是在跟他那个时代的 不相信耶稣的人 但是尊敬若汉的人 接受了若汉的习力 却没有接受耶稣的习力的人 这批人在什么 在向他们喊话 意思是 你们不要再怀疑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追随者 你们的老师若汉 他本来也 后来也得到了 结一打祸 也明白了 耶稣就是 他所预报的那一位 所以你们应该 跟你们的老师一样 最后也能够进入天国 也能够完全接纳基督 所以这是两个时代 一个是耶稣在向若汉喊话 一个是马斗在向 同时代的若汉的追随者 他们不接受耶稣的人 在喊话 这是两个时代 我们各位 从这一段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什么 若汉是如秋风扫落夜般的 执行天主的审判进化 这当然是旧约的一部分 但是耶稣更加满全了 天主的审判 原来天主的审判 不是把人烧掉 是干什么 是把人烧热 不是烧死 是烧热 是进化 不是把他焚毁 是不是 不是去分别罪人 不是把你捡出来扔掉 不是的 是把他是聚合罪人 那这样我们就明白 的确耶稣就是那一位 而且是以最好的方式来表达 天国来历的那一位 于是我们也可以读到什么 我们做教友的 千万不要脑子里想一个天主 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个耶稣 都有一个基督 都有一个天主 这个有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想的这个 跟圣经上所启示的天主 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天主观 就要被矫正 我们不能再 古直己见 不能再像若翰里边 待在监狱里边 好像困在自己的这个 小小的这个 小小的世界里边 出不来 我们要怎么 要打开自己 向福音顺服 因为唯有福音 唯有耶稣 忠实地显示了 什么是天主的面貌和画像 而不是我们自己所想 好 我们看下一段 七到十五节 他们走后 耶稣就对群众论若喊说 你们出去到荒野里 是为看什么呢 为看风摇曳的沦违呢 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呢 为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细软衣服的人 是在王宫里 你们究竟为什么出去 为看一位先知吗 是的 我给你们说 而且他比先知还大 关于这人 经上记载说 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妇女中 所生者中 没有兴起一位比习者若汉更大 但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 由习者若汉的日子 直到如今 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 以猛力夺取的 就攫取了他 因为众先知和法律 假说预言 直到若汉为止 若是你们愿意接受 他就是那位要来的恶力 尤尔的听法 刚才是若汉想评估一下耶稣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基督 现在是耶稣也要评价一下若汉 他是个什么样的先知 若汉想了解耶稣 而耶稣已经什么 完全了解了若汉 这就是两者的不同 那耶稣于是给他们说 问了几个 三个问子 你们出去到荒野里边 荒野里边是若汉施起的地方 你们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为看风中的芦苇吗 当然不是 虽然约纳河边都是随风摇摆的芦苇 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呢 看一个身穿戏乱衣服的人吗 当然不是了 这些人是为了接受若汉的宣讲 实行悔改的洗礼 表达他们对天主皈依的 所以他们绝对不是看洗软衣服的人 因为若汉穿的什么 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 吃的是很粗糙的食品 所以显然这里是一个讽刺 讽刺那些真的是穿洗软衣服的人 那穿洗软衣服的人是什么 是在王宫里 是说的谁呢 当然就是把若汉 吓到监狱里边的黑洛德安提帕 那是真正 反而是若汉谴责了那些 穿洗软衣服的人 选择了那些执政的那些宗教领袖们 说他们是若汉仗义之言 毫不客气 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 毒蛇的种类 这个话是非常难听的 是很刺耳的 若汉就是这样一个人 绝对不会说 摧眉折腰视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眼 天主让他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这就是先知的含义 就是天主的代言人 是为了取悦于天主 不是为了取悦于人 要是为了取悦于人 他早就在黑洛德的王宫里边 也穿上洗软的衣服 也是拱筹交错起来了 那耶稣继续说 你们究竟是为什么出去呢 是为看一位先知吗 好了 那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确是为看一位先知的 因为好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 那马上耶稣就开始评价若汉 而且是最高的赞赏 说我给你们说 而且他比先知还大 那还得了吗 先知就已经是天主的代言人 在旧约里边就顶天了 先知在上面那就没人了 那先知在上面就是天主的 所以已经是最高的赞赏了 而且他比先知还大 那为什么比先知还大呢 我们看 关于这人经上记载说 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他要在你面前预备我的道路 那是不是经上有这段记载呢 那我们看一下经上的确有这段记载 而且这个经上的经 就是指的旧约里边的最后一部书 就是马拉基亚先知书 所以若汉等于是新旧约之间的桥 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亚先出三章一节 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内 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 看他来了 万军的上主说 这是天主马拉基亚先知所预言的 天主要派遣先知来亲自预备他的亲礼 那耶稣就用了马拉基亚先知这段预言说什么 说天主是谁 就是天主的亲礼是谁 就是他自己 那谁预备了他的亲礼 就是若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 若汉是比先知还大 先知顶天了 他比先知还大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他甚至是天主和先知之间的中人 是之间的 他说 他是直接预备了基督 所以耶稣把自己比作那一位 而若汉是预备了那一位 这就是若汉之所以是比先知还大的理由 因为 以撒依亚先知很伟大 耶利米亚先知也很伟大 甚至耶利米亚先知受的苦 比若汉受的还多 还残忍 但是耶利米亚和伊撒依亚 达尼尔都很伟大 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 直接预备了天主的来历 没有一个只有若汉 若汉是手把手的给我们说 看天主的羔羊 只有他 所以从他的角色 不是说在天国里边排位的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从若汉的角色来说 他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耶稣马上又用了一个反话 这个反话让人很困惑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妇女所生者中 没有心情一味比习者 若汉更大的 妇女所生者中就所有人中 没有比若汉更大的 但是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 到底若汉是大还是小啊 刚才已经大到天了 现在又说天国里最小的还比他大 那天国里最小的多了去了 还都比若汉大 那这个若汉到底是大是小呢 耶稣是用了一个很幽默的语言 在说什么 在对比什么 在对比说若汉虽然大到天了 但是他只是在门外的引路人 他没有进到门里边去啊 若汉在监狱里边 他没有成为耶稣的门徒 对不对 他没有亲到听 亲而听到著名的山中圣讯 没有吧 他没有亲眼见到耶稣怎么样 触摸赖病人 怎么样跟罪人吃喝 他没有吧 没有啊 所以他是很大 但是他享受的还没有你们这些小不点 这小不点就是说的 跟随耶稣的门徒 还有其他的人 他没有你们 没有你们有福气吧 这个话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对不对 一个是就好像 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很准确啊 一个就好像 有一个服务员在七星级的餐厅 做服务生 比如说做门童 那他是不是很牛气啊 那七星级的餐厅啊 但是他再有福气 也没有进去吃饭的人有福气吧 对不对 我虽然这个 每天不在七星级的餐厅 我就偶尔去一次 但是我比他有福气啊 因为我在里边吃啊 他是在门口说 欢迎光临 您可走好 他是说这些话的 所以哪个有福气 但是我有福气 虽然他每天待在那里 比如说 拿破仑是这个法国 法兰西的这个皇帝啊 一百多年前 十九世纪 他是不是很厉害 他是皇帝啊 拿破仑也许在某方面 还没有我们有福气呢 他没有 没有见过电脑啊 他没有用过手机啊 他也没有吃过一种甜品 叫拿破仑啊 你没有吃过啊 也许如果他生在今天 他情愿不要 法兰西皇帝的这个位置 他情愿要吃一下拿破仑 要用一下手机 是不是啊 要看一下奔驰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里说的是两个时代 若汉终究代表着九月 代表着基督之前 那门徒这些小不点 代表的是基督 是基督的这个时代 是基督之后 所以两者是完全不 这里不是说天国的对比不是 而是说特别强调 现在当下跟随耶稣的 这些小不点小门徒们 他们是何等的有福气 在另外的篇章 耶稣曾经说 我说想看你们的眼睛 就是看你们的眼睛 所看到的是有福的 听你们的耳朵 所听到的是有福的 多少人多少先知 想看而看不到 想听而听不见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不是说天国的牌位 我们知道 在天国里 在我们教会的敬礼当中 天主 当然这个敬礼 这个只是个图像 天主在最上 是吧 下来是谁 在我们天主教 就是玛利亚若瑟 那在东方教会 就是玛利亚若汉 你说 如果从教会的 敬礼的角度来说 那就是若汉的地位 是相当之高的 在东方教会 比若瑟还高 虽然若汉若瑟 都是若自辈的 可是 这就是说这个 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对比 并不是说以后天国里是什么样子的 而是说 强调做门徒的幸福和喜乐 若汉没有经验过的 他们都经验过了 虽然他是最大的先知 却没有品尝过这小小的甜蜜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耶稣说的更重要的话 他说呢 由习者若汉的日子 直到如今 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 以猛力夺取的人 就攫取了他 因为众先知和法律 讲述预言之道 若汉没有知一话 是说 结束了 法律先知结束了 到若汉这里就关门了 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法律 耶稣来说 我不是为废除法律和先知 而是为满全他 所以法律先知 在耶稣这里没有了 以后只有什么 没有法律先知了 只有福音 所以若汉算是过去了 从习者若汉的日子 直到如今 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 意思是说 你看在若汉身上 你们看到了吗 如果想进入天国 不是那么容易的 若汉的代价是什么 若汉想要认识 为了预备基督来临的代价 为了预备天国来临的代价 是什么 就是赔上自己的性命 那就是猛力 是权力 是整个的力量 就是整个的生命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不要以为 我刚说了 你们这些小不点 比若汉的幸福感还强 好像比他还牛气 但是我告诉你们 他的代价 也是你们的代价 所以你们愿意跟随我吗 你们愿意享受 若汉未曾享受过的幸福感 和这种尊荣吗 那我告诉你们 就是赔上你们 全部的力量和生命 像若汉一样 这就是猛力 而且我们知道 当时耶稣的跟随者是不少 但是反对者也很多 这种反对者就形成了一种力量 如果想要跟随耶稣 那势必要面对这种 撕扯的反对的力量 就好像我们做教友的 如果你在家里 你是一个人 或者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其他 他们并不是很热心 有时候还时不时的讽刺一下 你说几句风凉话 哎呀你进堂干什么 能吃饱吗 能让你平安吗 你这儿 对不对 你不戴口罩 你试试 你不戴 你染病毒吗 对不对 信仰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有什么了不起 对你还不是像我这样 是吧 无事轻松 你看他们时不时给你来这几句 这也你要 你要是想跟随着 你必须承担这个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猛力 就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也是相当之大的 没有人躺在床上 就能够进天国 从来没有这样的 耶稣说的很清楚 背十字架 好 那最后耶稣说 若是你们愿意接受 他就是要来的厄里亚 这个说的就更明白了 因为古犹太人相信 天主要来之前 厄里亚必先来 来我们看一下 还是马拉吉亚先知诸三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看厄里亚的角色 看在圣主伟大 极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 我必派前先知厄里亚 到你们这里来 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 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临时 以毁灭力打击这边 若汉的这个责任 就是先基督而来 然后让人的心转向天主 的确若汉做了 而且做得很好 那如今基督来了 所以等于是现在 耶稣在群众面前 高度赞扬了若汉 但是也更什么 更高度赞扬了 现在跟随他的人 那最后说 有耳听的听吧 谁没有耳啊 这个话什么意思 有耳听的听吧 意思是 不是说人民不能接受 若汉是厄里亚 大家都能接受 若汉是伟大的先知 是因为耶稣说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 所以有人 有人以猛力夺取的 现在若汉在监狱里边赔上了性命 这个代价太大 所以有人开始觉得 耶稣的话已经不中听了 他们觉得这个太难了 那耶稣说 有耳听的听吧 意思是什么 但愿你们不要害怕 为了争取天国而损失什么 为了争取天国而面对困难 所以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把你们的耳朵都张起来都听 不要因为我所说的这个话 好像就退缩 耶稣意思是鼓励听众 继续跟随他 我们看下一遍 18到29节 我可把这一代比做什么呢 他像坐在大街上的儿童 向其他的孩子喊叫说 我们给你们吹了笛 你们却不跳舞 我们唱了哀歌 你们却不垂胸 若汉来了 也不吃 也不喝 他们便说 他赴了魔了 人子来了 也吃 也喝 他们却说 看了 一个贪吃 嗜酒的人 碎吏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 必借自己的功成 彰显自己的正义 在赞赏完了若汉之后 耶稣又开始择视他时代的人 因为这个时代的人 不愿意加入若汉的游戏 也不愿意加入耶稣的游戏 他们对天主派遣的谁都不感冒 耶稣就用了一个小的比方 耶稣是真的是观察生活的高手 我们也不知道是他小时候玩过这个游戏呢 还是他在加利勒亚的各个村子路口上 看小孩玩这个游戏 我估计他不知道哪一天没事了 就在集市上看小孩子们玩这个游戏 小时候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 大概我觉得每个民族都差不多 玩这个游戏 就是小孩子们就在一起 然后就去扮演各种角色 他扮演角色的时候就像有一拨人是扮演这样的 有一拨人是扮演那样的 只不过耶稣举的这个例子是说 有一部分小朋友呢 是说我这个吹笛子 然后我们这一拨人吹笛子呢 你们那个另外一拨人你们就跳舞 或者说我们一唱哀哀哀哭呢 或者一唱这个哀歌呢 你们就要哭泣 就要捶胸 耶稣用了这个比喻 小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有玩过类似的游戏 比如说这个真是玩的不一样 人家这个大孩子们说 来来来我们当时的一个电视剧很疯狂 就是西游戏 你扮演猪八戒 你扮演松猴子 你扮演唐僧 猪八戒那你就得什么 你就得肥头大 你跟那个声音这个出来 松猴子那你得是装耳挠塞的 你看大概是类似的 如果你不好好玩 那个大孩子还踹你两脚的 你看就是要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为了玩一个游戏 大家必须什么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才能够把这个游戏玩好 那现在耶稣用个比喻说 若翰来了这个唱哀歌 你们不垂胸 因为若翰来了是宣扬天主的进化和审判的 你们说哎呀这个人什么 这个人是又不吃 又不喝 是附魔了 这个人疯子 我们受不了他的这个严苛 那耶稣来了 跟若翰是相反的 耶稣是吹梨子的 是很开心的 又是吃呢 又是喝 那这些人说了 哎呀这个人是没有章法 无边无界 这个人这也不行 你看他们说 若翰不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又说耶稣也不是他们想要的 左不是又不是 这是耶稣用这个比喻想说的 他那个时代的人呢 太难伺候了 像那个不愿意参与游戏的孩子们一样 很任性 不是说那个游戏不好 而是说他对哪个游戏都不感兴趣 好像很喜欢这个耍性子 很喜欢闹脾气 就是好像更年期到了 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今天做了菜就觉得甜 明天做了菜就觉得咸 其实人家这个做菜的这个人 那做的菜是一样的 是他们的这个心情飘忽不定 所以他们 其实耶稣说这个什么 是说并不是他们对于若翰不感兴趣 他们对于耶稣不感兴趣 而是因为他们对于天主不感兴趣 这个是最深的理由 所以无论天主派遣谁来 他们都要什么 既不参加游戏 又要指手画脚 哎呀你这是什么 你这个玩的是什么东西 哎呀你你你这个玩的什么东西 他自己不玩 他还他还说别人 哎呦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人 这太多了 太多了 他们自己不加入 还对别人还指手画脚 我觉得这个是 所以耶稣说的这个比方是非常的到位的 他们 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人 他们对于天主教的信仰 一直半解 根本就不懂 他们还给你指手画脚 我告诉你 你是你我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这样人太可笑了 所以呢耶稣其实一方面是嘲弄他们 一方面也是邀请 你们呢就不要在那里多嘴多舌了 如果你们想玩 那你们就进来 要么加入热汉的这个游戏 要么加入我的游戏 你们就不要在游戏之外 你们就没有这个权利了 就耶稣也是邀请他们 不要自我忠心 不要只是觉得自己觉得哪个好 才加入哪个 要真正的听天主借着各种的先知 或者借着各种的行动 再向你们喊话 我觉得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教友 有时候他不想去主日弥撒 他会说他会找很多理由 哎呀这个疫情不安全 哎呀这个停车好困难 哎呀这个地铁好难受 哎呀这个天气又不好 是不是 他会找18种理由 因为为什么呢 他找的理由存在不存在 客观上来说的确是存在 但是你想一下 是他先有了不想 不想去主日弥撒的这个想法 然后他找了一些让他心安的理由 你想你反过来想一下 如果有的教友 他非常渴望去参加主日弥撒 虽然有疫情 虽然地铁不安全 虽然天气不好 虽然停车困难 虽然这个虽然那个 但是他会反过来去想 哦 不安全吗 我觉得比去外边去餐厅 要安全多了吧 你看 真的是这个 真的是这个天气不好吗 那哪天天气好啊 对 他会找相反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心态 耶稣说这样的人 他们本身就没有想 渴望向天主开放的心态 所以他们会找十八万的理由 拒绝若汉 又拒绝基督 好 我们看一下 真言的八章22到31节 看看耶稣最后所说的智慧 比借着自己的工程 彰显自己的正义 是什么意思 上主自始 既拿我做他行动的起始 做他作为的开端 大地还没有形成以前 远自太古 从无始 我已背立 深渊还没有存在 水泉还没有涌出以前 我已受身 山月还没有奠定 丘陵还没有存在以前 我已受身 那时 上主还没有创造大地 原野和世上土壤的原制 当他建立高天时 我已在场 当他在深渊之上 划出穷昌时 当他上是穷昌稳定 下是渊源不定时 当他为沧海 划定界限 令水不要跃进 给大地 垫定基础时 我已在他身旁 冲作祭师 那时 我天天是他的喜悦 不断在他前欢乐 欢乐与城隍之间 乐与世人共处 其实在耶稣之前的一两百年 就已经有一种思潮 什么思潮呢 就是因为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 犹太人开始接受 一种一个词叫做智慧 他们把这个智慧 就慢慢慢慢地 把它人格化 就是说 天主当年创造世界的时候 就是天主的智慧 就在旁边 好像一个人一样 那这个这种看法呢 刚才读的这一段 我们在马道福音里面 不是很明显 只是这一段 但是在若昂福音里面 是最明显的 在若昂福音里面 很明显地 把耶稣就看成 降生成人的智慧 所以耶稣就是当年天主创造世界的时候 在他旁边的那个祭师 欢乐于天主 就是那个 那耶稣说的这一段 总结起来非常简单 意思是什么 说智慧必要借着自己的功成 彰显自己的正义 意思是说 我将会借着我的所言所行 显示我就是天主派遣来的那一位 显示我就是若汉所预报的那一位 而你们也应该借着你们的什么 你们的开放 你们的渴望 你们的灵灵和跟随 去显示 你们是渴望天国的人 好 我想最后补充一下 是耶稣的这个吹笛子的这个图像 很多灵修学者都把这个图像 放在灵修生活当中说呢 天主在历史当中一直在吹笛子 一直在吹笛子 他希望呢 当然他借着各种方式吹笛子 比方说借着天主实戒 借着先知的话 借着历史 借着若汉 借着耶稣在给我们吹笛子 他希望我们这些不同时代的人 听到了这个天主吹的笛子之后 能够什么 闻笛起舞 我们既然天主在吹笛子嘛 我们就要听到了笛声 我们就应该欢乐 就应该起舞 就应该歌唱 这个图像真的是非常之美 当我们现在的教育 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学马朵福音的时候 我们心中也应该怀着这种念想 就是我现在好像借着福音 听到一个笛声 那是天主在借着基督在吹笛子 他希望我能够有所反应 希望我的生命也能够随笛 随音乐而起舞 还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天主教教理 在92年就出版的 全世界的天主教教理 无论是哪一种语言 它的封面完全是一样的 这个封面就是耶稣像一个木桶 坐在一个生命树下 然后一边拿着木杖 一边就是艺术在吹笛 然后那个小的小羊 就闻着笛声 就来到耶稣跟前 就象征着说上路是我的母者 我是在一无所缺 他把我淋在什么幽静的溪水旁 然后卧在清水的草地上 就是这个图像 各位我们听到耶稣所说的比方之后 也不妨以后常常把福音 把圣经上的话 当作是天主在给我们吹笛子 不要觉得很苦涩 其实在所有人世间的话语当中 天主的话应该是最轻松 最温暖 最真实 也最能够安慰人的 来我们看下一段 第二十节开始 那时耶稣就开始谴责 那曾看过他许多异能的诚意 因为他们没有悔改 克拉扎因 你是有祸的 贝特赛达 你是有祸的 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 如果行在提洛或其东 他们早已生披苦衣 头上撒灰做补熟的 但是我给你们说 在审判的日子 提洛和其东所受的惩罚 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 还有你 格法温 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 将来你必下到音符里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 如果行在索多玛 它必会存留到今天 但是我给你们说 在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地所受的惩罚 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 刚才是耶稣用的比方是说 普遍性的拒绝 那个时代的人 那现在是具体性的拒绝 就是几个具体的例子 也是用了三个地方 克拉扎因 贝特赛达和格法翁 这三个城镇 都是在加利勒亚湖边 也是耶稣最常去的 格法翁 甚至被称为 耶稣自己的福传基地 也是自己的城 那这三个城市 在耶稣当年大概 大概格法翁最大 大概有1500左右的人口 那克拉扎因和贝特赛达 大概只有几百人 说起来 跟耶路撒冷比起来 算是小地方了 那正因为地方小 所以耶稣去了他们这里 次数很多 所以反而什么 给他们的机会也最多 但是他们对于耶稣 所宣讲之天国的反应 却并不令耶稣满意 他们仍然很多人拒绝了耶稣 因为他们抱残首缺 因为他们高傲自满 因为他们固守传统 他们不愿意向天国开放 于是耶稣在这里很忧伤 也是指责 当然也是一个重新的邀请 耶稣说 你是有祸的 你是有祸的 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 如果行在提洛和七东 他们早就身披苦衣 头上撒灰了 然后又说是格法翁 后来又提到索德马 你看 格法翁 贝德塞达 克拉扎因 是犹太人的城市 他们听了耶稣的宣讲 反应并不是很热烈 甚至有一点 让耶稣很忧伤 那另外三个城市 提洛 七东 索德马 什么都是外邦人的城市 耶稣说 如果他的宣讲 能够 能够去提洛 去七东 去索德马的话 那那里的人一定会悔改 一定会悔改的 比这个三个犹太人的城市 更加的彻底 因此耶稣 严厉的指责 自己的人民 说将来受审判的时候 你们所说的审判 比三个外邦城市的居民 将会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没有 看清楚 天主眷顾你们的时机 这个有点像什么 像警察犯法 那就是罪加一等 你警察你就是 警察本来是通法律的 你原始人犯法 原始部落的人犯法 那就不算犯法 我们做教友的将来受的审判 可能要比外 不是可能 像耶稣话说 就是比外邦人 审判的级别要高一点 外旁人可能是以 天主实戒的 或良心率来审判 我们是以福音率来审判的 那也许你会说 哎呀神 我这把人吓死了 这还不如不灵洗呢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受的待遇 你受的甜蜜 你的安慰 你的光彩不是更多吗 外邦人想要找平安 找到过吗 你每天都可以拥抱这个平安 多少人想找基督 想听天国的语言 听不到啊 所以我们不能说 因为对于我们要求多 所以我们就大退堂鼓 就好像耶稣刚才所说的 天国是以猛力 才能够攫取的 耶稣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 不是警告 而是一个呼吁 呼吁他们能够彻底的悔改 那我们也不妨读一下 有一个外邦城市在旧约里边是悔改的典范 那个城市就是著名的尼尼威 我们读一下约纳福音 而不是约纳先知书三章四到十节 约纳开始进城 行了一天的路程 宣布说 还有四十天尼尼威就要毁灭了 尼尼威人便信仰了天主 立即宣布进食 从大到小都生疲苦衣 当这消息传到尼尼威王那里 他便起来离开自己的宝座 脱去长服 披上苦衣 坐在归土中 然后命人以君王的御令 和其大臣的名义 在尼尼威宣布说 人 牲畜 牛羊 都不可吃什么 不可牧饭 人和牲畜都因生批苦衣 人要恳切呼求天主 更要转离自己的邪路 放弃手中的暴行 谁知道天主也许会转意联名 收回自己的烈怒 使我们不致灭亡 天主看到他们所行的事 看到他们离开了自己的邪路 所以联名他们 不将已宣布的灾祸 降在他们身上 这真是一个悔改的典范 而且尼尼威人是外邦人 虽然当时约纳先知 还不愿意去尼尼威宣讲 还不愿意他讨厌外邦人 还不愿意让我们外邦人悔改 没有想到人家尼尼为人悔改的速度 比约纳自己悔改的还快 还彻底 人家连牛驴 人家都是 牛驴怎么悔改 我们不知道 反正意思是 整个彻底的 从上到下都悔改了 耶稣说这个话 的确是一个警醒 但更大的是一个邀请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你们这些不愿意加入天国游戏的人 你们醒来吧 你们回答天主的邀请吧 尤其是我的同胞们 你们不要再沉溺在自己的 自己的什么锅碗瓢盆 自己的风花雪月里边了 你们有耳听的 听吧 各位不知道你们去没有去过以色列朝圣 如果你去过的话 格法翁 克拉杂因 费特赛达 如今都什么 如今都已经不在了 都已经湮灭于历史中 只留下几块残垣断壁 供后人平掉 在换来一声叹息 提洛和七东 现在还属于黎巴嫩 这两个地方还在 有意思吧 也许这是 也许这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记号 说天主绝对是不会忘记 人们在历史当中 对他话语的反应 所以各位教友 弥撒不是忘的 天国不是看的 耶稣不是念的 不要在外围 要什么 要投身 要参与 要加入 要体验 来我们看最后一段 就在那时候 耶稣发言说 父啊 天地的主宰 我称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 而启示给小孩子 是的 父啊 你原来喜欢这样 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 除了父外 没有人认识子 除了子和子 所愿意启示的人外 也没有人认识父 凡劳苦和负重担的 你们都到我这里了 都到我跟前来 我要使你们安息 你们背起我的恶 跟我学吧 因为我是良善心迁的 这样你们必要找得 你们的灵魂的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柔和的 我的担子是轻松的 有人拒绝 让耶稣很悲痛 但是也有人接受 让耶稣非常的开心 耶稣情不自禁的 喜行于色 为什么 因为这些 这些所谓的小孩子 领受了 接受了天国 而那些所谓的大人物 那些有智慧和明达的人 智慧和明达的人 指的就是当时的这些 精英们 这些宗教领袖们 这些政治上的领袖们 他们本该对于天主的话 十分的敏感 能够接纳 但是反而不是这样子的 反而是 这些弱 小孩子指的不是 不是年龄小的人 小孩子指的是 这些最底层的人 这些没有学识 不懂法律 常常违反安息人 包括这些罪人 所以其实就是 耶稣的小小门徒 所代表的 那 耶稣 耶稣说 非常的喜乐 各位 我们在对观福音里边 很少听到 耶稣如此亲密的表达 他跟父的关系 是父啊 我赞美你 感谢你 因为你把一切都交给了我 我父所愿意的人 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发挥 就是耶稣跟父的亲密的关系 在对观福音里 不是非常的普遍 要最后要到若望福音里边 才发挥的是最彻底的 就是耶稣跟父的关系 到亲密到什么程度 就是那个话 说过来说过去 说过来说过去 就是表达耶稣跟天父的关系 也是是从天父胸怀里边走出来的 那现在我们在 马多福音这里 已经读到了冰山一角 耶稣显然 耶稣跟天父的关系 任何一个先知 包括若汉 包括其他的先知 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耶稣非常强调 我 我 我 还有我的父 也是一个事实 我觉得教会 教会最先几百年 吸引的的确是那些底层的人 教会几百年 所以也是一个事实 当然也是因为这些人 更加的 更加的不会 不会什么 不会傲慢 因为没有傲慢的资格 也不会抱残守却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遵守什么 什么这个 这个小规矩 那个小规矩的 现在我们教会 反而有一点 有一点变化太快了 我们现在教会有一点 好像又成了耶稣择持的对象了 反而我觉得 就是有一点 皮皮踏踏 傲慢 这个 就顾不自封 就是有点这个 当然不是全体的 我们教会里边 还是有很多 小孩子 他们是不普通通的人 他们是其貌不扬的人 他们以自己活泼的信德 去欢迎天国 但同样 相反 我们教会也应该 常常受到耶稣的激励 那最后耶稣说 烦劳苦和负重担的 这一段呢 昨天在这个恶里边 已经跟你们说了 这里耶稣的意思是说 主要的意思是什么 你们来跟我学 因为我是良善心签的 为什么跟我学呢 刚刚上面说了 耶稣说 天父把一切都交给了我 启示给了我 所以没有人知道 关于天主的事 所以你们要跟我学 你们不要跟这个法利赛人 跟金士他们学 他们把你们搞得是 越来越累 越来越疲惫 担子越来越重 你们背不动 那本来就不是天主想要的 所以你们跟我学 因为我才是真正天国的启示者 同时耶稣说第二个理由 为什么你们要跟我学呢 因为我是良善心签的 意思是耶稣不忍心 看到任何一个人被排斥 特别是不忍心看到那些小人物 那些小孩子 那些神品的人 那些被人瞧不起的人 他们连天国也进不去 所以耶稣的心非常的柔软 他渴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能够加入 能够对天国有所表示 对天主有所回应 所以耶稣基于这两个理由 一个是他是天父的启示者 一个是他是良善心签者 这两个一个是关于天国的显示 一个是关于耶稣的态度 这两个足构成 让我们向他学 所以耶稣才是这段福音的 这段话语的中心 恶本身不是我们要驮的东西 明白吗 那个为什么那个耕田的人 为什么那些农民 他们要作恶 然后套在自己的牛驴身上 是为了干什么 是为了减轻牛驴的负担 不是吗 他要是不用减轻 他直接把那个车 不是放在他背上 不就完了吗 直接把麻袋放在他身上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他那个恶就是为了 让他更容易拉 更容易能够驮动 让他能够减负 所以耶稣说 你们背起我的恶 也是这个意思 不是把担子放在我们身上 是为了减轻 我们生活当中的重担 因为他跟金石和法利赛人不一样 他来是减负的 他们来是增加压力的 另外一点 当然这是一个调诡的说法 因为耶稣明明也说了 你们跟随我 不要要不舍弃自己 那就没戏了 这个话当然是很彻底的 就这是一个调诡的说 就像我们中国话里面 我们常说的 最喜乐的眼泪 是不是最甜蜜的负担 最危险的安全地 最自由的束缚 就是这个 你同时会品尝两者 跟随耶稣也是一样 你同时品尝到 的确它是个负担 但是就像施主篇里面所说的 当我背起十字架的时候 我发现是十字架背起了我 就是这个感觉 所以各位要相信 耶稣无意给任何人增添负担 因为他已经把我们最重的 罪恶的负担 担了起来 在十字架上 最后我们读一下 这个德讯篇的六章 二十四到二十九节 看看智慧 因为这一段 其实也影射了旧约的智慧 就是跟我学的这种智慧 我儿 你当听取和接受我的智慧 不要拒绝我的忠告 把他的脚料扣在你脚上 将他的枷锁套在你的镜上 要放低你的肩膀 掀起他来 不要因他的束缚而烦恼 要全心亲近他 全力遵循他的道路 要研究他 寻求他 他必把自己显示给你 你一得了他 总不要离弃他 因为你终究要在他内寻找平安 他必变成你的喜乐 所以旧约里边说智慧 你要找啊 你要找 你要找啊 你要找 当你找到 你要留住他 当你留住他 你要爱他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 他已经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喜乐 而不是负担 这是说旧约里边 关于智慧的劝愈 那在这里 耶稣说你们来跟我学吧 这一段其实也是旧约里边 关于寻找智慧的一个回响 我们来找啊找啊找啊找 我们寻啊寻啊寻啊寻 我们找到了 我们保留 我们保留了我们体验的这种爱 同时我们觉得 我们的负担的确是变轻了 我觉得一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说有一个乡下人呢 就是在一个乡下 有一个司机在开车 他发现有一个老人在前面老人家 他背着一个非常重的这个麻袋 在盘山慢慢的往前走 所以他觉得这个老人家很辛苦很艰难 于是他就把车停下来 他就有意烧这个老人家一段路 那这个老人家呢 他他好像有点拒绝 但是经这个司机的再三解释 这个老人家终于啊 这个说这个 因为这个司机说我分文不要 你不要害怕 我不要你的钱啊 你就我免费拉你一段 然后这个老人家就就上了车 过来一会儿这个司机听听见这个有人大口大口的喘气 哎呦他一回头一看这个老人家虽然坐在车上了 但是那个麻袋还背在自己的肩板上 所以那老人家呢 那个那个那个重量还是在老人家 所以这个司机就非常的惊讶 然后就停下车来问这个老人家 说您既然已经坐上了我的车 你怎么这个麻袋还不放下来啊 你怎么自己还背着 这老人家说啊 哎呀小伙子啊 哎呀我可不愿意麻烦你 我自己人坐上来 我就觉得这个心又不甘了 我再把麻袋放在你的车上 我岂不是良心更不安了吗 所以我刚才还是背着 我还是背着你这个麻袋减轻你车的重量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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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哭笑不得 司机说啊 您既然上来了 所以您背着跟不背着 对我的车来说重量都是一样的 但是您不背着了 您自己肯定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 这个一个小的故事也可以提醒我们啊 有时候我们觉得负担很重 我们想一下 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基督的车上了 我们还背着我们的十字架 还没有放在他的车上 而他邀请我们 既然你已经上来了 你已经跟上我了 我们已经同坐一条船了 那就不要再背着了 至少暂时你会觉得你的担子不是那么重 好 我们今天就到此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主耶稣你的恶 有时候我们感觉到不容易 感觉到很重 因为跟随你的确不容易 效法你的确不容易 做你门徒的要求 也的确不比别人更少 但是我们所体会到的 所体会到的安慰 所体会到的平安 所能够领受的资养 也是更多的 所以主耶稣至少在今天 让我们能够在你内休息 因为你说你是良善心间的 让我们暂时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负担 能够放下来 放在你的肩上 放在你的身上 放在你的腿上 你邀请我们能够在你内住下 跟随你 主耶稣请垂念我们 你是天主 永生永望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